那接下来我们来做同期比较 什么叫同期比较 各位像例如说 例如说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会暂时先把这张资料表 先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就先叫一个连续性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连续性分析 可不可以再增加第二张报告 当然可以 所以我就点加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做过 例如说各年之间的一个比较 现在我想要去看2016年跟2015年 这两年的资料关系是怎么样 这就叫同期比较 为什么通常会抓近两年的资料 来做同期比较呢 应该还蛮容易理解这件事 请问你们有没有做同期比较 还是你们资料不用 今年发生的情形 不用跟去年来做比较 不需要 需要吧 需要 从现在开始真的很需要这件事 请问一下 以色谣你会做同期比较吗 请你Google一下 孙再阳到YouTube Google搜寻一下孙再阳同期比较 以色谣 可以吗 你大概就会知道 这这真的很重要吧 同期比较 好 那我们来看 Power BI怎么做 第一件事情 那我当然 当然是要找一个时间 时间订单日期 稍微放大一点 订单日期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销售额 就是各年的销售额就放在这边了 因为我们比 我们当然可以先拿销售额来做比较的依据 然后会算了销售额的同期比较 当然还要再去算利润的同期比较 这都是可以分析的 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暂时先把这个蓝 这个蓝标签色大一点 好 所以一样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格式我把X轴字 字稍微设大一点 比如说设到20 字设到20 那色彩一样设到黑色 这样就看清楚了 2013到2016年 然后再接下来把X轴设好 Y轴也设一下 Y轴请把字形大小设大一点 20 然后色彩请设到黑色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一样我会希望把那个资料标签呈现 所以把资料标签呈现 然后资料标签这个字稍微设大一点 资料标签 所以文字大小设大一点 然后色彩设成黑色 好我想这些 这些资料内容 我会建设 我会建议 诚心的建议一下 就是微软公司 他应该设定一个 就是说基本的样式设定 也就是我不要每一张报表 我都要重新做这样子的视觉设定 当然你可以从刚刚复制贴上来 请问这张图本来就应该会画 对不对 各年销售额直条图 应该本来就会画 对不对 好 那再过来我们回来看这个 这个轴 这个轴 困难的来咯 但是也是一个按钮就做了 请问一下 我今天希望比较是同期 对不对 所以我的X轴应该要改成月 对吧 因为很少人拿各季做比较 我们都是看各月 各月的比较 所以这边应该是放各月 所以怎么样变成各月 是不是要点这个 两个往下的箭头 点两次 它就会变成月 有1月2月一直到12月 可是你记不记得 刚刚我说这些数值 还有同学问说 那数值是加总起来的吗 是的 它是加总起来 所以它只有一个数值 对不对 你会不会希望 四年是四个不同数值 才能构成比较 一个数值加总就没有得比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变成四个数值 以年为单位 所以2013到2016 所以有四个年 所以在这边请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图例 图例 图例就是在做这件事 你觉得什么东西要搬到图例里面 是不是订单日期 来请把订单日期搬到图例 订单日期搬到图例的时候 它是呈现 就是以一个 1月1号一个点 1月2号一个点 1月3号一个点 所以这样呈现不好 应该要把订单日期改成 用日期阶层 日期阶层就是年 季 月 日 这就是日期阶层 所以请切换到日期阶层 然后建议这条线 应该是用折线图 我一改成折线图的时候 对不起 这个订单日期我跑掉了 所以请 请把订单日期拉到图例这里面 订单日期拉到图例这里面 请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用折线图来表示会比较好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四条线 有没有觉得我们希望那个线 稍微粗一点比较漂亮 所以等一下我再教你格式的设定 可以了解吗 这个图例这边要改成日期阶层的0 你不能用那个基本的订单日期 基本订单日期这边它就会变成1月1号 1月2号 1月3号 1月4号 1月5号 这样子很多很多个点了 那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只要加总起来 但是数值 其实所以我们就把 不管是1月几号发生 全部把它变成一个数值 这个叫 这个图例这边要把它变成日期阶层 可以吗 主要是差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就有四条线了 四条线 可以吗 可是这四条线 你是不是会希望说 这个线稍微什么 粗一点 对不对 线如果希望粗一点 我们现在就来 就来满足你 请问这边 有三个标签嘛 一个是栏位 第二个是叫做格式 第三个叫做分析 所以应该在格式里面动 如何把这些折线 设粗一点 好 第一个 我们点选 点选这个格式 点了格式之后呢 请到最下面 图案 笔触宽度 设宽一点 我还蛮喜欢 这个 这边不是有一个叫做笔触宽度吗 我设到8 是不是就变粗了 然后 我还蛮显示标记 在那个 这个图案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叫显示标记 把标记大小设稍微大一点点 有看到 有看到那个圆点是不是变大一点 我蛮喜欢这种骨干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个圆点 圆点我把它设标记大小设到12 就是这个圆点 圆点 我比较喜欢看这样子的图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我没有意见 因为 因为 它有这项功能 我就想要呈现给你 在Table 我都教卫服务 怎么做到这样我喜欢的东西 这样用点小技巧 在Table里面 可是我觉得这样会比刚刚那个好看多了 可以吗 好 请问 这张图跟刚刚教的连续性 其实是很相似的 请问你会不会下面这边变成 1月到12月 会吗 我们是不是按这个 连两下 去做连续性分析 这边就到1月到12月了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